畫面可以看到一名男子 騎車逆向一面而來 只是他面對的 剛好就是巡邏警車 隨後兩名員警下車 當場攔下男子 而在盤查過程 男子眼神不斷閃爍 看起來相當緊張 員警馬上就察覺到不對勁 當時警方懷疑男子攜帶毒品 用手電筒朝車內一罩 果然發現車廂裡頭有一個小袋子 而裡面就裝了13包的毒品咖啡包 眼看逃不了 男子開始向警方求情 還說自己已經被抓了三次 再讓爸爸知道自己還在吃毒品 就會完蛋 不過求情沒有用 員警還是當場逮捕男子 依毒品為害防止條例 將他移送偵辦 你家裡的 你家裡的